大家好 我是小佐 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一 盘后我们跟进一下重大事件和大盘以及热门股票的表现 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 今天最重磅的消息有两条 第一个就是拜登提出5.8万亿美元的预算案 你一加税金额 创历史新高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一公布了5.8万亿美元的预算要求 以安抚温和派民主党人 其中强调削减赤字 增加对警察和退伍军人的拨款 并在协商新的社会支出计划方面提供灵活性 国会历来不会照单全收总统的预算案 而民主党微弱的多数党地位 意味着大部分提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小 但这些提案确实是一个关键的信息传递工具 按照白宫的计划 加税金额将创历史新高 以帮助控制预算赤字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比例 2023年财年预算案要求1.598万亿美元的自由财量支出 给予社保等强制性支出无关的支出 其中8,130亿美元用于国防相关项目 7,690亿美元用于国内支出 这比拜登本月早些时候签署的2022财年综合支出法案增加了5.7% 在取消抗疫援助项目的帮助下 预算案将在未来10年减少1万亿美元赤字支出 但鉴于赤字占GDP的平均比例为4.7% 国债将继续攀升 与上届政府相比 我们花钱更少 效果更好 强劲的经济增长 这增加了收入 并允许我们以负责任的方式减少紧急支出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的预算将继续这个进展 通过继续支持带来了更多收入的经济增长 并确保亿万富翁和大公司支付公平的税付 进一步减少赤字 共和党人表示 预算案不公平的提高了美国人的成本 却未能遏制开支以削减债务 总统提交的这份预算案显示 他没有从过去一年吸取任何教训 他的政策使美国人民失败了 而且他还打算把这些政策加倍 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最高共和党人JS说 拜登还回避了关于重建更美好 未来议程剩余的内容的脆弱谈判 只在文件中填了象征性的数字 白宫官员承认这是给议员们留下谈判的空间 这意味着预算案没有考虑可能达2万亿美元规模的 这个议程的成本和收入全当啊 这个收支相抵了 好呃 那么前几天刚通过了一个1.5万亿的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又提出啊 这个接下来的要花钱的计划啊 这个叫预算案嘛 5.8万亿 呃 花钱这件事呢 呃 应该是好事哈 应该是好事 呃 特别是在当前 对啊 美国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的问题 呃 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啊 我认为是啊 内外啊 都有问题的情况下 呃 去增加一份预案 去缓解一些压力 是好的啊 对美国来说 这是站在美国这个角度 所以拜登政府通过花钱去解决事情啊 是这意思是吧 呃 呃 但是呢 呃 后续呢 呃 他啊 其实呢 美国政治这方面呢 这个 呃 他不断的 这个更换领导班子啊 这个会导致政策的不连续情啊 所以这样 我不知道他这个会不会的长期有影响啊 但短期内啊 应该是有些好处啊 但长期来说啊 就像这刚才这个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说的啊 这个应该还是损害了长期的一些利益 对吧 那么今天呢 一些啊 的话 投行还是一些部门呢 分析了一下啊 当前通胀的主要原因 还是啊 在疫情期间啊 大大力的这个财政刺激导致的 对吧 呃 如果不进行这个 这个财政刺激 那么可能会进入到非常严重的通俗啊 会让后续的经济复苏会更为困难啊 那么现在呢 呃 貌似是智障啊 但是还是对啊 经济的带动还有一些帮助哈 但是啊 就像刚才说的美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是啊 有啊 较大的一些变化 所以出于这样的考量都花钱去解决问题也不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啊 这个就是简单说一下 白宫的希望是周一的预算案文件可以促进于弗吉尼亚州的曼钦和亚利桑那州的等员的谈判 因为他们对历史性的支出水平和通胀表达了担忧 这份文件是在俄乌冲突之前准备的 因而基本没有包含对乌克兰的援助 但其中依旧分配了6.82亿美元给乌克兰 用于安全能源网络安全和经济稳定 我认为啊 他这个新闻虽然这么写啊 但啊 我们啊 这个知道俄乌冲突之前啊 是谁先说的 俄罗斯一定会所谓的和和乌克兰产生冲突 谁说的呀 确实是美国这边啊 那么这个预算呢 你认为他是在之前准备的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的吗 大家仔细思考一下啊 这些啊 事件呢 不可能啊 都是按照完成的时间顺序发生的啊 就是这些事啊 他们一定是提前知道的啊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揣测 但是啊 拜登政府也确实在正式的战争之前啊 提醒对吧 嗯 提醒过提醒过吧 是是美国那边率先说的 那个时候俄罗斯还在否定啊 所以如果这个文件是事前准备的 那他其实也考虑到后续可能的影响的啊 他是一个呃 更啊 这个反正是他考虑过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吧 多用点钱啊 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说 短期来说好处会多一点啊 那么长期呢 你需要去化解 你的信用问题 另外今天重磅的是特斯拉啊 又涨了很多啊 主要是今天啊 特斯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求股东就拆股问题进行投票啊 大家注意这个拆股问题还没拆呢啊 他只是进行投票 那大家愿不愿意投这个拆股呢 是吧 这没结论呢 所以市场啊过度反映了 现在好 今天这两条新闻呢 实际上重要 非常的重要吧 两个标志性的啊 重重要的领域啊 一个是一个是一个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啊 一个是咱们产业领域的 特斯拉啊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都算是比较重要的事件 好 我们看过之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那么对于指数啊 期货来说呢 今天标普是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七四 经过了漫长的绝度啊 这个绝逐之后啊 这博弈之后呢 多头还是暂时的胜出了 说后继会怎样呢 后继继续往上看啊 这不知道他会到哪 我们只能说在每一个阻力区都有可能会停顿啊 但是也在某一个阻力区 他有可能稍是简单的停顿 就直接再继续突破 也有可能到某个阻力区 他就突然的掉头向下是吧 所以啊 这个呃 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情形 那么现在呢 根据我们今天盘前的观察 今天空头又是略微的呃 败出了 败了 那么多头胜出了 为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这个呃 这回流的美元 你看这个美美纸啊 这个美元指数已经涨到99了啊 呃 这个美元还是比较硬的啊 那么当前这个经济形势啊 外在的形势啊 其实你说 美元18000吧 是啊 谁才在撼动 他们是有很多想要撼动的 他撼动了没 还没有 是吧 还没有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资本流向哪里 那用眼睛去看啊 就留到这里来了 那么多头就上去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那那那俄罗斯人这没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了 他的影响是引发全世界人民和国家啊 全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对于啊 单一霸权的一个思考 单一啊 单边主义的一个啊 安全性的一个思考 包括啊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安全问题 包括在啊 军事上的 对吧 这是一个重新的一个思考布局 那很显然 如果你站在一个非美国的任何一个国家 你会怎么想 包括他的盟友 比如说欧盟会怎么想 好 好嘛 你这这产生冲突让我们来买的啊 欧盟现在就怎么想的 那天然气也有可能 不够不够烧了 不够用了 那个油 现在也不想用卢布啊 那不知道买谁的 还不够用 好嘛 还是让我们啊 这个反贫啊 所以整个欧洲呢 进入到了一个俄罗斯和西欧啊 这个 包括东欧这个就整个欧洲吧 都会受到影响 是吧 所以啊 好嘛 大家都要思考思考 到底要不要过度依赖一方啊 比如说他的一方 他的能源或一方他的货币 或者是一方他的军事啊 这都需要重新思考 这个事情啊 比啊 这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啊 他们俩子 比彼此之间的小争斗啊 这就大大了去了啊 因为全球各国的利益 要远大于他们俩之间的利益 好吧 所以现在很少有人说 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啊 这个会怎样啊 只不过就描述一下战争的进程啊 以及谈判啊 又带来的一些新的动作 你看 俄国和乌克兰之间啊 他们俩之间谈判啊 那么实际上俄罗斯也在 也在和美国和这个北约在谈判啊 在在和欧盟谈判 对吧 你看能源你们怎么玩 以后你把我钱堵上了 或者是没收了 怎么玩 这个得说清楚 是吧 好 说不清楚 那就麻烦了啊 那欧洲整体陷入了一个衰退的状况 你说欧洲衰退了 好吗 不好啊 因为现在世界啊 这个从能源啊 各种领域各个产业 都是互相嵌套的 互相影响 互相互相制约的 那少了一任何一环 这个全世界经济都会衰退 是不是 好 我们回到这个标普 那标普呢 啊 就采就成为了吸纳回流美元的重要的一个一个资金池 看到吧 还是在涨 那么后期会怎样呢 我们就跟着就行了啊 画好这四小时图上的趋势线 可以看到今天啊 经过了短暂博弈之后 多头弄上去了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日线感受一下 说这个感受重要吗 重要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呃 V型的通道啊 V型的震荡上行的小趋势啊 而且你看直勾勾的就上去了啊 虽然这里有缓慢的停顿 但是你看 事后一看 这K线还是挺强的啊 现在这么看 最怕他就停顿了啊 所以多头们要注意停顿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呃 上行的趋势线还是要带好的 好 今天的纳斯达克又是领涨啊 今天啊 略微更强一些哈 看到吧 哎 这就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多头K线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嗯 哎 又空了一下 然后弄上去了啊 对吧 最近几天我比较喜欢说弄上去了啊 确实是啊 多头就应该弄上去啊 所以空头呢 那么你们要注意这个国际形势对美元的呃价值的影响 对美元信用的影响以及美元的流向问题 那么美元升值应该是美元回流的意思哈 所以美股现在还是只愣着呢 说后续会不会啊 这个创新高呢 走一步看一步啊 不要急 好 因为他在技术位上还有很多的阻力啊 好 这个是纳斯达克 那么今天啊 比较弱的 这个罗素呢 也是啊 这个微微的下策了一下 如果你怕的话 今天你可能会止损了 对吧 那么后续 不要也做他就做标普和那个纳萨克啊 这个理论上应该先看多啊 那么今天是一根长下一线的k线 看到吧 嗯 他是一个洗盘 所以这个东西洗盘还没洗完呢 这东西啊 大家要注意啊 他老是洗盘也不好 浪费时间 好 我们看一下道雄斯 道雄斯今天也是微涨啊 他今天也是长下一线的k线 估计呢 后续要上 上面这个阻力区啊 35000到36000这一带了 好吧 好 今天啊 整体上还是符合多头的预期的 那么今天的原油呢 是暴跌9%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盘前说 说什么来着 在那根4小时k线上方挂多头的突破单 很显然没能进场吧 所以这就是挂突破单的好处 没能进场做多 对不对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 现在应该看这个三角里的一个 无需震荡 那么对无需震荡行情来说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啊 所以多工商帮都要注意 都要注意 他的无需性啊 表明啊 现在市场啊 是非常对于原油领域的判断是倾向于没有方向 大家明白啊 什么叫没有方向 围绕能源的一些问题越来越复杂了 这个中东那边啊 是吧 一些局部的一些小冲突啊 武装冲突 包括俄罗斯这边 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一些问题啊 包括伊朗 包括委内瑞拉 包括阿联酋愿不愿意啊 增加供给等等一些问题 包括欧洲那边啊 欧盟那边 他们以往和 以往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历史原因员啊 都有可能会影响原油的走势 整体上是一个无序的状态 是吧 那么从金融角度来说 如果美国能够操控华尔街的话 华尔街是希望他稳定在一个高位震荡的行情的 我们之前也说过一次啊 就是说啊 对美国来说你涨或不涨都有问题啊 你要是降了吧 你卖原油 要你又见卖是吧 赚不着钱啊 你要是这个 不跌下来吧 通胀又无法有它的控制啊 所以各种复杂的问题交织在这里啊 也就是说美国自己陷入了这种啊 经济矛盾中啊 经济逻辑的矛盾中 他需要啊 做出啊 短期利益的取舍是吧 好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对他来说 多头可以等待我们下方画的趋势线啊 这个位置日线级别的趋势线上 止跌的时候再看 那么近期他也随时有可能止跌啊 这个图呢 我们不妨呢 今天再加一个短线的一个小的下跌趋势线啊 更好就可以了 没能上去啊 所以多头不能该 不应该啊 在上面做多的啊 应该再等 这个下跌趋势线的右侧 再去选择做多会好一点 好吧 原油非常复杂 还有天然气啊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今天黄金的走势呢 到了我们所说的1920一代啊 那么这一代我们看看明天如果在这里绳成一根四小时 可以啊 或者说你已经挂好单了哈 1920一代选择做一个反弹 我觉得也没有没有问题啊 对于黄金来说你尽量用概率思维去做哈 因为他的技术分析的有效性 我只能说啊 在概率范围内啊 是有一定的赢胜率的啊 对 在重要的支撑区啊 会有一定的反弹啊 可以转一截 在重要的阻力区会有一定的下下杂 就做一截 那么真正趋势行情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这种情况 好吧 好 这个是黄金 我去我本人啊 本身不是特别喜欢黄金这个品种的啊 我本人不是特别喜欢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大概的表现 今天领长的是固态电池 wsb热门概念amc emgme啊 新能源车 还有汽车制造商新能源车 外卖 我们啊简单看一下这个动过胎电池这边啊 我们就说qs 把这个四打开 qs呢近期啊 也是有点走出底部的感觉 我们看到中间这个阻力区啊 已经被突破上去 看到突破回踩 今天是一个拉升啊 再次突破 那么后续呢 将向更高的阻力位 大概是在21 22之间啊 去卖卖进啊 那么多头呢 可以适当画一个短线的多头趋势线啊 跟着作为止损线就可以用了 好吧 这是qs 固态电池 ok的啊 新能源领域 新能源产业链啊 都是长线布局的啊 中长线布局 我们再看啊 这个amc盒 我们看一个amc吧 amc今天暴涨啊 多头有没有做多呀 这东西是腰骨吧 这东西这玩意儿 真是猛哈 所以啊 如果之前 你在这跟我们跟着画的这个多头趋势线做的话 那你就扩了 是不是 我们之前说啥来着 在这挂多头的突破单 你用没挂呀 止损放在这个啊 这这是个日线吧 在这挂突破单进场吧 在这挂这个止损 大家记得着 这个没有 有人说没看那节目啊 是的啊 你不一定能看全我的节目 上去了 弄上去了啊 四十百分之四十五 估计呢 在这要地方要稍事停顿 或者是到这个大型的下距去线线啊 要做一个停顿 好吧 他还真是这么长啊 所以你没有参与就算了 不要去追高了 这东西都看一看玩一玩的事 不参与啊 就是最安全的 好 我们看一下谁呢 游戏游战估计一样 我们看一下刀带式和优步啊 嗯 刀带式啊 有可能要继续上啊 多头可以深当布局啊 因为他 因为这就给了一根音响啊 他就不愿意下来了 今天就弄上去了啊 所以后续上行的概率会略高一些啊 上行的概率会略高 这是dash 也就是说这突破回踩就这么前 有可能这样啊 所以多头要注意啊 这是机会 好 我们看一下优步 啊 优步呢 应该是上去了 应该也要去测试这个下跌就像 但这个 这个图你要经历啊 他不断的震荡这种特点啊 不过现在技术上还是要看涨啊 嗯 多头应该怎么办 应该画一个趋势线 就跟着就可以了 说他再回来 再回来 再等待一个次第点嘛 再止跌的时候再近 也是OK啊 应该给他一点点小空间 去让他波动 好 啊 今天网友问了几个这个图啊 C 啊 他让我看一下花旗银行啊 他要解套怎么办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嗯 这个图呢 像啥呀 像一个在高位的一个洗盘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上方的下跌小趋势画好 把通道线画一画看一下啊 下方叫通道线啊 对下跌趋势 那这有没有可能直接呢 理论上啊 理论上有有有一点可能性啊 有点可能性啊 只要他不跌破 注意我们的条件是不能比这个53块8毛3低啊 那么今天这个黑线确实是有点直接的意思啊 那没建仓的可以在这尝试挂多头的突破弹进场啊 那么建仓的呢 那你已经被套你就只能拿了如果跌破58块3的话你要适当减仓的啊减仓等待更低的点位再买回是吧做一个仓位上的调整啊那么后续有没有可能直接我们看一下啊啊 我们把这个直升区看一下啊是有可能的啊是有可能在这止跌我们再把这个可能的常见趋势现在给你画一画嗯嗯是有可能止跌的哈 有啊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好吧但是也不要那个抱百分之百的希望啊我只是说百分之五十一的可能性吧我有点倾强于让他直跌上网上谈一下嗯好呃哎刚才还有一个啊叫tell有网友问tell啊tell这个图呢tell这个图马上就要到阻力区了我们看一下嗯到阻力区了啊同学啊 好那么你需要带好一个趋势线吧这个有可能往上走但是这个比如说五块钱就是你的减仓位行吗跌破五块作为减仓位处理对吧现在追高我觉得不好这个图有点不好啊乱七八糟的好吗或者你已经着急了可以收到减仓嗯好好我们看一下特斯拉今天特斯拉呢是再次拉升到了1100左右哈1100左右看到吗我们画这个线啊那么后续能不能上去呢后续能不能上去呢 能不能拆股呢这还没投票呢啊你肯定愿意投啊为啥呢比如说他拆五份啊一个拆五个那就两百块钱一股那你可以更好的去风签风险去建仓对吧那一千块钱你总感觉一千块钱买一股还是感觉是吧一般的投资者都会觉得哎这个占仓位量太大了买一股就占那么多买十股就一万美金了所以啊稍微拆一拆是比较好那么拆股呢对他是有利的哈 那么从当前的技术位上呢也应该啊看在1150到1200之间这个阻力位啊那多头是不应该去你说该不该追呢我怎么说呢这种图呢他他兼具啊这个腰股的特性啊所以你说追不追呢这个位置太高了啊嗯能不能看一两天让他稍微瞪你的呢往下走一走好吧所以这特斯拉呢是个难题啊 没有进场的人那么进场的人这回就高兴大发了哈前几天就说啊应该收集筹码不应该卖掉筹码我记得啊有人上这反应来说有人让卖呢是吧那我这边没有我让你收集筹码是吧少收集买要买一点点一点点买是吧哎现在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不应该先去追啊应该再看一看在这个阻力区的波动情况之后呢我们再看珠色马迹再看是不是要加仓还是要减仓行吧这是特斯拉那么其他的股票今天都表现的不错啊 都是红的啊不是都是绿的啊绿的比较多好吧好我们看一下U啊U呢应该是在底部差不多指低了哈多头可以适当建仓了我们等待的这个突破灰彩的小指低可能要在这里横盘就结束了就要往上走了啊好我们看一个其他的没什么可看的了好我们明天盘前的时候继续分析啊今天就先这样拜拜